這一兩天我都聽到立法會跨黨派的議員 都提出或者要求我考慮 取消今年農曆年初二的煙花會演 來表示全城的哀悼 我聽得到、感受得到 這個建議也得到社會廣泛的認同 所以我在這裡宣佈 政府決定取消今年農曆年初二晚 也就是2月17日星期六的煙花會演 我們已經知會了 也得到贊助機構、歧視集團的理解和支持 明天特區政府會在這裡添碼總部 有一天下半期的治安 這個下半期的決定 亦都是得到國務院的批准 同時間明天特區政府的主要官員 和行政會議的成員 都會在早上定期的會議上 開始之前默哀一分鐘